圣经三分钟 528山东遭远命案 引起全国人民的注视 因为有一个新的名词 突然让全中国人都听到了 就是全能神 那全能神邪教事件 特别是邪教杀人的事件 好像一下子把信仰 纯正的基督教信仰 与那些邪教团体发生了一些连接 因为在中国国家宗教局所认定的 14个邪教组织当中 居然你会发现 有12支曾经打着基督教的旗号 在到处作乱 这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为什么会如此呢 为什么纯正信仰的基督教 跟邪教会扯上关系 如果你看保罗的书信 保罗曾经这样提醒他的门徒提莫泰 他说若有人传异教 这个异教就是邪教 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 不服从我主耶稣基督 纯正的话 与符合那敬前的道理 他就是自高自大 一无所知 专好问难 争辩言辞 从此就生出嫉妒 纷争 诽谤 怀疑 并坏了的心术 失上真理之人的竞争 他们以敬前为得力的门路 这里面你会看到 异教有几个特征 第一 他是敌对耶稣基督 纯正的真理的 第二 他是自高自大 喜欢争辩 第三 他们是心术不正 行为败坏 简而言之 邪教是什么 邪教不仅教导 异端邪说 而且是对人类社会的 正常的次序 产生了一种威胁 一种危害 最明显的 我们就说 法轮功事件 就是一个在中国 全社会引起一些 严重的社会问题的 这么的一个邪教 我们今天 在基督教的群体当中 我们很遗憾的发现 有很多早期信仰是纯正的 但是慢慢因为没有好的教导 没有牧师的牧养 开始走偏 东方闪电 全能神 这些最初都是从基督教而来的 但是因为他们心术不正 因为他们有走偏了 没有按照纯正的信仰来 遵守圣经的教导 他们变成了异端 他们变成了邪调 他们与倡导 信妄爱的基督教信仰的本质 发生了一些变化 发生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 这好像他们很熟悉圣经 好像他们很有教导的恩赐 但是实际上 他们是非常极端的教导一些信仰 所以任何极端的信仰 你要特别小心 因为它不是从圣经来的 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在听到各种 似是而非的教导的时候 你要小心地问 这是不是从上帝而来的 这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的 是不是符合圣徒的历史的传承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